我自己小孩开始慢慢成长之后 我更能体会到 身为一个妈妈希望给小孩要什么样的环境 做任何的建设我都会一起考虑到说 这个是不是符合小朋友使用 是不是符合人的需求 我是到桃园之后一年我才结婚 我之前一开始还是用同车的方式 结婚之后我就想说我想要在这边住下来 虽然我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都住在台北 但是就是我跟我亲人在桃园 桃园就是我来的时候 刚好是从桃园线变桃园市的时候 所以这个阶段其实它是大幅的成长 从外国进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时候 第一个进来就是我们桃园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很多重大建设的时候 我们都用这样的想法去想这件事情 这几年在盖一个叫会展中心 那会展中心当然台北有时贸 高雄有时贸 可是桃园会展中心要怎么样 要跟台北或我们高雄的时贸 去做市场的区隔 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希望用一日城市的概念去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建筑在盖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邀请其他国家的团队都来参与 桃园是一个新兴的城市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边的建筑物 它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 它可以带来全世界 大家都可以在这边发展 因为桃园它坐落位置是在我们桃园的艺文展演中心 那当初这个建筑还没盖之前 它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片的公园 所以当初我们要盖这个建筑物进去的时候 我们去开了说明会 其实当初我们听到很多反弹的声音 我们在跟它说的过程中 它不见得接受 要告诉他们说可能像是什么样 它有体验过的空间 那但是它当下就是觉得 它原来有的空间就是可能被占据了 那我觉得在这么多的沟通过程中 民众也慢慢的了解说 我们想要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也承诺他们这个建筑物盖好之后 整个公园它会是更好的 其实我的小孩 从小到大就是跟我逛工地 我以前在景观工程课的时候 我只要执行完一个公园工程课 我就会带他们去玩 那现在我做了一些比较大的建筑物 包括我们总图美术馆 或是一些学校 做完之后我都会带他们去体验 那他们会告诉我说 他们过往的经验 跟他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他们或许很开心 或许觉得好像还有哪地方再需要改建 我们会从小朋友或使用者的角度 看到我们这个建筑物给他们的感受 从我小孩一出生的时候 我的公共活就把他们的户口抱在台北 可是在小孩慢慢长大之后 我慢慢越来越了解桃园之后 我发现其实桃园的学校 其实有些学校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桃园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它没有像台北人那么多 它的环境的感觉是跟人家讲 感觉起来是舒适的 桃园是一个新的城市 从一个农业社会慢慢进入到工商业 甚至它现在已经变成了第六都 它是一直在成长的城市 那我觉得这个城市是充满希望的 但在开展区逛